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在古希腊文明中充满着许多神话和传说 古希腊人坚定相信天神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他们敬畏天神 古希腊人认为 这些天神是大自然力量的象征 代表着宇宙的起源 根据希腊神话的记载 众神就跟平凡人一样 会烦恼、难过 也会产生气愤、怨恨的情绪 他们彼此之间有情爱上的纠葛 也有冒险与力量的展现 希腊神话对于世人而言 是精神上的寄托 是艺术的灵感 也是人生的延续 故事极人生 预言乌道理 欢迎收看唱所预言 在希腊神话里 关于巫术 最早、最出名的是女巫之神 克克 以及女巫美迪亚 观察这两位女巫 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 就是 他们的母亲都是大洋神的女儿 有就是说 两个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女巫 都是大洋神的后代 可见 希腊神话最早的巫术 主要是归于大洋神这一脉 魔草在希腊神话中是女巫的代表 克尔克很擅长运用魔草来制作武器 她会将敌人变化成各式各样的怪物 克尔克住在艾尤岛上 是一位令人畏惧的女神 克尔克是古太阳神赫利尔斯 与大洋神女之一的焚烧仙女 普尔塞伊斯的女儿 她拥有一头火红色的长发 神话故事中的女巫 女妖或者是巫婆等等的称号 都跟她有关 当年克尔克将自己的丈夫 萨尔玛提亚国王堵死之后 就前往埃埃亚岛隐居 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 奥德修斯一行人 在返回家乡的途中 中途停留在克尔克所在的爱游岛 见到奥德修斯一行人 克尔克以岛主的身份 热情地邀请奥德修斯的船员伙伴 到岛上来接受她的招待 大吃一顿 没有想到女巫本色的克尔克不怀好意 在食物中加入了她调制的药水 船员们一上岛 看到精致丰富的食物 再看到岛主的热情 大伙一点戒心都没有 开始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一边唱歌一边跳舞 热闹的像是一场迎兵嘉年华会 一阵酒足饭饱之后 船员各个罪的歪七扭八 其中一名船员欧里罗科 他算是在场中比较清醒的 他努力地呼喊朋友的名字 却没有一个人回应他 欧里罗科努力地睁大眼睛 他知道自己喝醉了 但是不知道醉得那么离谱 他找不到其他的伙伴 眼睛里看到的身边都是猪 他还摸不着头绪 寻着前方 克尔克和岛民的笑声走过去 欧里罗科知道怎么回事了 原来是克尔克搞的鬼 他跌跌撞撞地回到猪的身边 对这一群猪朋友说 先在这里待着 他现在就回去搬酒兵 欧里罗科趁着混乱逃回到船上 把岛上一切的情形 告诉欧德修斯 同行的赫尔默斯提醒他 克尔克是有名的女巫 有超强的魔法 他最大的兴趣 就是把人变成怪物 不过再强大的魔法 还是会有克星 赫尔默斯拿给奥德修斯一些草药 让他来抵抗克尔克的魔法 奥德修斯看到并肩作战的伙伴 都变成了一只一只的猪 心里感到非常的愤怒 船员们虽然变成猪的身体 仍然有人类的大脑 一群猪围在奥德修斯的脚边磨蹭 还发出了哀嚎的声音 似乎是在向他求救 奥德修斯 奥德修斯 但是克尔克尔却在拼斗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的爱上了奥德修斯 欣赏他真男人的拼紧 他向奥德修斯表明心意 意外的得到奥德修斯的爱情 克尔克承诺 在未来一定会帮助他返回家乡 于是所有人在埃埃亚岛上住了下来 一年之后 克尔克建议奥德修斯 可以经由墨西南海峡回家乡 不过在这个海峡上面 将会遇到卡绿布迪斯 这是一处非常危险的漩涡 而且更加危险的海在后面 将会遇到一位极可怕的女巫 塞斯 克尔克非常的爱奥德修斯 还为他生了三个儿子 可是奥德修斯还是一期 别恋爱上了别人 扭闹的克尔克 火大的克尔克施展魔法 将战俘的新欢 变成一只丑陋的怪物 然后自己就溜走了 克尔克的爱情浓烈也很极端 一旦只要受到背叛 就会拿出看家本领来对付 有一次他要施展了法术 把以前的爱人变成一只有六颗头 十二只脚不受控制的怪兽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只是因为好玩而已 格劳科斯是一位年轻的凡人渔夫 有一天他在打鱼的时候 发现岸边游上来几只的大鱼 样子看起来很痛苦 像是在寻找某一种东西 他跟着大鱼慢慢的移动位置 发现大鱼拼死也要尝到一口 生长在岸边岩石上一种神秘的小草 可惜的是大鱼来不及吃就死掉了 格劳科斯想要替鱼群完成心愿 他拔下了一些绿色神秘草 在每一只大鱼的嘴巴上抹了几下 没有想到已经死去的大鱼 竟然活了过来 鱼群摆动鱼尾 像是在说着谢谢 然后一下子就跳回到水里面了 格劳科斯简直是看傻了 这起死回生的戏码 活生生的在他的眼前上演 他心想 大鱼死了能够复活 如果人类吃了会怎么样呢 心里有太多的疑问了 不试一试怎么会吃到呢 格劳科斯拔了几株绿色神秘草 就往自己的嘴巴里塞 接下来的事情 他完全没有记忆 因为吞下绿色神秘草之后 醒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变成了一只鱼尾人生 这是要说是鱼还是人呢 格劳科斯自己也吓坏了 大洋之神厄克阿诺斯 听返回水里的鱼群说 是格劳科斯救了他们 他是一个好人 于是 厄科阿诺斯 将鱼尾人生的格劳科斯 引入大海 加入海神的行列 成为海神的格劳科斯 有一次 他偶然遇到水仙女神 斯库尼拉 惊鸿一瞥 他深深的爱上了斯库尼拉 接下来 他对斯库尼拉展开了积极又热情的追求 可是 女神的心中 就是要得到女神 斯库尼拉的心 唱所预言 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自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跨播账号42274784 护明十方法界基金会 克尔克接下了格劳科斯的请求 不过他却没有打算要照着对方的意识行动 因为经过几次跟格劳科斯交谈后 他已经对这个痴情的男人心动了 希望自己和他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可可一厢情愿的 要格劳科斯放弃女生 好好的跟他在一起 但是被无情的拒绝了 这下太没有面子了 好歹还是有名气的女巫啊 可可假装答应格劳科斯的请求 暗地里却配置了恶毒的魔药 他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 他准备要对付斯库尼拉了 克尔克的手里拿着魔杖 他精通魔法草药和毒药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比较少人知道的是 他那天籁般的歌声 其实也是魔法之一 可尔克来到了一处山谷 他坐在岩石上 轻轻地唱着美妙动人的歌曲 音符随着山谷飘荡起伏 优美的旋律就像是魔法 将远在他乡的斯库尼拉 渐渐地吸引过来 斯库尼拉请求克尔克教他唱歌 这正符合了克尔克的心意 他递给斯库尼拉一个小瓶子 告诉他唱歌之前喝下这一瓶水 就可以唱出跟他一样的歌声 隔天克尔克故意地邀约格劳科斯 来听女神唱歌 斯库尼拉想到了 自己可以唱出天籁般的歌声 高兴地喝下了整瓶的药水 他清了清喉咙 奇怪 怎么发不出声音来 他紧张地再一次使劲清了清喉咙 总算是有点声音了 克尔克不怀好意地对着斯库尼拉点头微笑 还比了一个信心的手势 要他快点唱 其实是他忍不住想要看到自己胜利的成果 斯库尼拉深深地吸一口气 缓缓地唱出克尔克教他的歌曲 才唱出第一句 斯库尼拉就崩溃大声的尖叫 他的声音变了 很难形容这是什么声音 就是他只能够发出很低很低很低沉 没有语言的声音 像是恐怖的怪兽会发出的声音 克尔克高兴极了 他让格劳科斯亲眼看到了斯库尼拉的模样 格劳科斯自责的要女神放心 他一定会想办法找到解药 格劳科斯转身祈求克尔克解除魔咒 这下更惹怒了克尔克 他心想都变成这样了 你还不放弃 于是他又故意的答应格劳科斯的请求 告诉他解药就撒在斯库尼拉经常沐浴的池塘里 格劳科斯带着悲伤的斯库尼拉 连夜的感到有解药的池塘 斯库尼拉一跳进去池塘 他的身体马上就发生了变化 原来 克尔克早就在水里下了毒 他让平静的水池发出了淡淡的香气 吸引了周边有毒的昆虫浸泡在里面 再加上他精心调制的魔法毒药 斯库尼拉已经回不去了 在凄惨的迪厚生中 格劳科斯眼睁睁的看着爱慕的女神 一点一点被毒药吞食 美丽的人形慢慢的变成 有三颗头六只脚不知道是什么 而且不受控制的怪兽 这一只可怕的怪兽伸长脖子 望向池塘边的格劳科斯 他想要求救却没有能力 只能够心死流着眼泪 格劳科斯认为 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接着他也跳入池塘中 用一生一世来守护他的女神 很多天神都是神通广大 被描绘得无所不能 不过不是每个天神都是好神 都是正面的 像克克他就不是 在古希腊神话中 有很多的女神都被描述成可怕的女巫 除了克克之外 还有好几名的女巫 比如说 邪恶有道德败坏的女神卡奇亚 她是一个虚荣 又喜欢浓妆念抹的女人 她的男生目标 就是让更多人变得邪恶 卡奇亚是希腊神话中 邪恶和道德败坏女神 容貌不错 身材丰满 个性却无比的虚荣和邪恶 每天总是浓妆艳抹 穿着暴露的衣服闲逛 寻找下手的对象 卡奇亚她的人生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善用自己的优点 吸引更多的人变成跟她一样 全身充满邪恶 淫碎的思想和行为 让别人变得邪恶 这件事情卡奇亚每天都在做 而且成绩不错 毕竟要是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和信念 要逃得过道德败坏女神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这一天卡奇亚跟往常一样 出门去找对象 不过她想要找一个不一样的 刺激一点的 所以她把脑筋动到了伟大的希腊战士 赫拉克勒斯的身上 卡奇亚的穿着豪放又破路 让她的身材显露无垠 今天她要引诱的 可是史无前例最困难的挑战 她觉得兴奋又刺激 出现在赫拉克勒斯面前 虽然她是代表道德败坏 可是人们常常因为她的美艳和激情 而忽略了她邪恶的这个部分 卡奇亚认为 既然挑战的是战士 就应该要来一点不一样的 困难度要更大 这样才够刺激 所以她又安排了另外一位女神阿雷特 跟她一起加入诱惑的行列 赫拉克勒斯同时遇到了两位女神 将带给她极端不同的生活 卡奇亚是用巫术 让赫拉克勒斯陷入抉择 代表道德败坏 但是却风情万种的是卡奇亚 她用轻松悠闲的生活 来诱惑赫拉克勒斯 要是跟了她 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欲望和快乐 简单来说就是幸福两个字 另外一位是代表崇尚美德 美丽谦逊的阿雷特 阿雷特虽然很温柔 但是她能够给予的生活 就是只有不断的失去 和令人痛苦的回忆 赫拉克勒斯 喜欢善良温柔的阿雷特 邪恶的米奇亚 马上提出了警告 跟了她 不管你如何的努力工作 都得不到收获 也得不到世人的尊敬 赫拉克勒斯看出来 卡奇亚正在使用巫术 在破坏她的决定 她用尽了所有的力量和意志力 最后 善良战胜邪恶 赫拉克勒斯 选择了善良的阿雷特 卡奇亚挑战失败 心里很不服气 不过她 不过她也没有打算 要让赫拉克勒斯 有好日子过 卡奇亚 去找了其他的女巫 向她们学习 威力更强大的巫术 决定要让赫拉克勒斯 做了多少邪恶的事情 始终没有成功过 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欲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欲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自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欲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欲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欲言》节目制作 画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翱翔宇宙天地 嗨!那有宗斯、赫拉、阿卜罗黛 还有普罗米消失 回到远古的西兰 开心旅行英雄的神话 浩瀚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来到奥里帕斯的天地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床神说在爱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1、2、3、4、5、6、7 生活到处是惊喜 1、是傻瓜牡羊 情怀金牛 开心春雨 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还是幸福水平呢 美丽的阵容 奇幻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倘过独咬就是唯一的解药 想把世界放进后带领 不管是过往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星我对闪耀之缘和你 就在风中静静的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星辰永不打开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我的心 星辈星辰 一定是职迹才庭 全民地网明 病根 運 fotograf